大家好,本人是庄颈阵医生,在湾区行医有32年了 我的专科是脊椎治疗 这32年来呢,我也有看了超过10万的病患者 今天呢,我们要讲讲颈椎,腰椎,还有肩膀痛 我今天带了两个病例,我们讲讲第一个病例吧 我呢,两个礼拜前呢,有一个31岁的女姑呢 她来到诊所来求救 她呢,也知道女姑呢,一般都是喜欢打坐的嘛 一打坐的话,就好几个小时 所以她呢,进来的时候就说她颈椎特别酸痛 她坐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就开始酸手就会发麻 她以前呢,她能打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她毕竟还年轻,31岁嘛 看了很多医生啊,针灸医生啊,腿拿啊,西医啊 就是不能完全的好 所以缓解一下又回来,缓解一下就回来 来到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看了网上之后就说 哎,来试试装医生吧 那我就帮她做检查 拍个X光啊 这么巧呢,她的X光呢 有八个关节 一般人的颈椎只有七个关节 她呢,有八个 也不是说没有见过 这种情况呢,少 几乎可能是在社会里面的5%吧 所以,你要想想看 这个颈椎如果多一个关节的话 就长多一点 这个能力呢,要撑着这个头的能力就比较容易累 所以,就是因为她有特殊的多一个关节哦 而且她的工作是在打坐啊 那个姿势,对颈椎是非常不好的嘛 所以,才能产生到她现在的这个毛病 所以,看完之后,解释给她听了 她就了解了 就说,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就开始教她一些在家里可以做的运动吧 好,然后就要帮她震骨 调震之后 第一天,回去的时候 然后,然后就一个礼拜后才回来 就说,她几乎她颈椎的痛 还有手的麻,都完全好了 第二次,爸在调证,在做物理治疗之后呢 她就隔了两个礼拜后回来说 她几乎完全就不痛了 然后隔天呢 她就介绍她的方丈啊 还有她其他的女姑也来找我们 看病了 原来这种知识啊,对颈椎不只是工程师也好啊 医生也好啊,在这种出家人也是一种比较难承受的一种的知识了 所以他们都来看我 这个31岁女姑呢,就特别的感激 她就说呢,以后如果她那边还有痛的话 她应该怎么样去自己保护自己的颈椎 所以我教了她怎么样去做那些家庭可以做的运动啊 然后还要保存每半年来给我看一下,来调证一下 这样她就很高兴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再讲第二个病例 这个病例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工程师 她是从台湾来的 那她呢,在南湾做工程师时候腰痛 也跟刚才那个病例一样 就是经常坐着 在电脑上打字啊 然后腰就特别酸 她也就看了别的医生 也看了西医 一吃止痛片呢 就好一点哦,就没这么酸,没这么痛 可是呢,隔几天又回来了 她是在台湾时候也看过郑谷的医生了 所以来到美国就不知道找谁了 所以她最后也是经过网站 然后网上就看到我们了 来找我的时候呢,说 诶,她想看看这个腰为什么这么痛 那当然呢,第一就要做一个检查 造个X光 她的是关节 她第四跟第五的关节呢 那个距离啊,是特别狭窄 一般的可能是要这么厚,这么粗 可是经过时间啊,年龄增生啊 就看看你怎么样去照顾你的身体 如果你经常做这些比较举重的东西啊 或是经常做,长期做的时候呢 那腰椎就开始退化 叫Spinal Degeneration 那这种退化之后呢 就会产生到关节就开始夹栽 它就是这个问题 解释之后了,它了解之后了 就开始帮它做挑证 它的挑证呢,是要牵引 就拉的动作 把那个关节给打开 它做了一个礼拜做一次 做了差不多四个礼拜后 有一天回来,真的很好笑了 就是,它来看我说 专医生啊 我看了你四次之后 我的痛几乎已经80%了 我终于找对医生了 所以它就很高兴了 因为它现在疼痛呢 就是像它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挑证 这样的物理治疗 所以这个病人就很高兴 跟刚才的一样 虽然我们可以帮你 挑证啊 给你一些 relief啊 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你 怎么样在家里 照顾你自己 百分之 我一直跟病人讲啊 百分之二十的治疗啊 都是医生来帮你 百分之八十呢 是靠你自己 怎么样啊 去运作 做的时候 怎么样注意哪一方面 多多做一点早操呢 运动呢 这些很重要的 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 今天呢 这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希望下次我们还可以见面 下次节目呢 比较精彩 我们要讲讲 腰椎盘突出 这个也是在社会上 很经常见到的 下次见 谢谢